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切诺贝利四年灾难发生四年之后呢 我开始在福岛当地的一个报社工作 那么当时我们在报道的是在福岛第二核电厂三号机组的一个水泵的事故 那么当时呢我就是当时 而且这个事故其实是发生在1989年的 而且是在发生在1989年的元旦 那么当时就是我们90年的一个 当时我们90年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呢 是一个报道的重中之重 那么东京电力公司缺乏安全意识 因为他们在这个当时有一个警告警铃响起的时候呢 他们还在继续的去运作核电厂 而且也没有及时的上报 把事故上报到当地的政府 而且也没有说到就是在当地 因为这技术有一些老化产生一些问题 当时在这一场 关于与核安全直接相关的事故当中 我们有很多记者包括我在内呢 都是走上前线去报道这一场核事故 也就后来我们也被称为呢 就是记者当中的神风特工队 那么当时我们这几些年轻的记者呢 也经常都在讨论一些问题 包括就是我们讨论核事故的应对 不同的公司在和他们的核事故应对手册 有不同的区别 不同的新闻媒体在报道和电厂方面的 方针指引上面也有差别 还有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有没有帮我们准备一些 核泄漏应对的措施呢 有没有准备比如说点片呢 在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指引 就是说我所有的记者我们要上前线 我们要报答所见所闻 那么当时有其他的一些公司 他们的指引告诉他们记者则是呢 要远离 他们告诉他们的记者就是 遇到核事故的时候 要远离核电厂 而且呢就是要进行 进行电话采访 有一些一些基本的准备 比如说像是稳定点片 那么有没有准备也是 有的公司有有的没有 我们如何去保护自己呢 因为我们觉得就算 假如我们认真的去遵守 公司的这些指引的话 我们可能就没办法呢 安全的去进行报道 所以我们必须要看情况 来自行的做决定 那么在当时在核电厂呢 我也明白了这是关于生命 跟安全的一个很 这是一场很直接的经验 当时我就觉得我们身处危险之地 必须要优先保护自己的生命 这一场经验 这一场学到的教训 是我直接切身学习到了的 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 我也我的经验也一直在告诉我 必须要随时思考 要保持思考 同时要保持联系 时间过去 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多 这么这么多年了 那么那个当时的那个警铃声 还在我的脑海中回响 而且还带着带着这种伤痛 在回响 2011年 我们当时的这个事故 这时候会发生的原因 也是因为为了核电公司 我们把安全抛出脑后 所以我们有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长久的伤害 核电厂核事故带来长久的伤害 这些伤害是否有截止日期呢 是否有一个结束之日呢 当时这个核电 核事故呢 我们知道它是 以及其他的人为的这些灾难 比如说像是核放射呀 核灾 核灾 核灾呀 这些都是 他们的后果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 而且呢 它的时间还在不断地延长 很明 我们知道 辅导核事故发生在 2011年3月11日 但是呢 我们 什么时候才能够说灾难结束的呢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知道说 这里它是不是有一个完成之日呢 所以假如我大声地说 最后一个在福岛核事故受难者死去的时候 他是在那个时候死去的 在核事故发生的时候死去的吗 但是不是的 因为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一号核电 在福岛一号核电厂呢 它发生轻爆的时候 当时有反应都也融融了 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些融融物 在这个 已经甚至被释放到 这些辐射性 已经释放到环境当中 在水 在我们的空气 在土壤当中 在所有的自 在自然当中 它将会 长远地存在 而且是比 一个人的生命 还要漫长 它会将是会徘徊在 人类历史上的幽灵 在2013年的时候呢 福岛市的这个开始呢 去除私人房屋的这些污染物质 因为污染物 因为储物工作呢 它会花费非常的昂贵 每一个房子就要花费 上百万的日元 所以不可能是由个人去承担 这一份经济负担 所以是由政府来做的 所以 但是尽管是由政府来做 现在一年已经过去了 甚至 我们 它当时的每个房屋的储物 也超过就是 也花费了 就是至少一年多的时间 比如说在我们所住的地方 比如说在我的家里呢 那些污染物 污染土 还放在垃圾袋里 还放在我自家后院 因为政府没有地方去处理 因为政府它找不到地方 能 能很安全地去存放 所以 这是一个受限 因为政府能的地方 所生 很有限 所以我在我自己的家里 甚至都还有一些 这些污染土 那么我认识的一位 Ichiro Moritaki 他自己本身有遭受的核辐射 他说 他说 核与人类不可能共存 在福岛线呢 现实就是 我们必须要与半永久的核辐射 强制的 被迫的 共存 因为从这个核事故啊 还有像现在的那个核电厂在 现在的核电厂里面 还在不断地在放射的 还在不断地向周围放射辐射 所以这条路我们不能再走上同一条错误的道路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没办法对过去的十年进行一个划分 我觉得很少人会对此进行否认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看到的是政府的政策 可能要开始进行一些改变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健康的问题 因为在 在2011年呢 当时有对18岁以及以下的孩童去进行甲状腺的一个测试 那么当时有超过250人呢 可能会有甲状腺癌的危险 那么有200个人就已经进行了手术 那么大多数的市民呢 他们在我的采访当中 他们都抱怨 他们想要呢 希望这些测试能够继续持续下去 但是 因为政府呢 就是 因为政府 当地政府啊 中央政府想要停止做这些甲状腺的筛选 甲状腺的一个研究测试以及去跟踪这些病人 或者说这些跟踪这些被辐射爆 受辐射的这些 的潜在病人 那 当然市民都不同意这样的做法 有一些专家他们也说 这种 这种 这种甲状腺的一个测试必须要停止下来 有其他人也说呢 这样的一些甲状腺的筛选呢 将会导致有很多人呢 发现有很多的病人 而且呢 也会导致什么所谓的 本来很容易处理的这个疾病 变得很难去跟踪啊什么的 因此 因为这些是一些专家所说的 因为他们现在 假如说他们变成了 所以我们看到政府有这样的一个举措 就是 就是对人们的这些健康 不再去进行跟踪 那么 关于 所以有很多这些 很多关于这些的事情都没办法进行公开的讨论 跟 跟去 正面的去 去进行公众的一个 咨询 很多人的需求都被忽视了 接下去还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关于 居民的撤离 以及迁移 自从2021年 那么 自从应该是自从2011年 那么从福岛县移居到其他地区的居民有超过三万六千人 那么这个是福岛县政府数据 但是实际上呢 根据共同通讯社 从2021年 今年2021年到2月到3月所做的一个调查呢 发现的是 从福岛县移居到其他地区的居民应该有六万七千人 所以可以看到六万七千跟刚才政府所说的三万六千之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别 而且每个人我们原本居于福岛县的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有很多的情况很多的个例都没有被官方统计计算在内 在2011年3月11号的这个地震之后 地震及可事故发生之后 很多人呢也从东京或者是其他福岛县其他地方呢 移居到了日本的西部 或者说是直接移居到其他的国家 因为他们想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这些人也没有被计算到官方的数据在内 但是呢 之所以会有这些 这些人之所以会选择离开 也是因为这个福岛的合适物 日本呢对女性的女性的地位是相对低下的 那么因为如果对比男性跟女性 女性的收入总是要比较低 而且很多人是属于一个比如说兼职状态 状态或是说非正式工作的一个就雇佣状态 有很多女性呢 她们为了要可能要生孩子了 或照顾孩子就只能够辞职 因此呢 在这在遇到何为何事故之后 发生之后很多男性是选择继续在福岛 或者说其他的受到地震啊 核灾影响的地区 而他们的妻子还有他们的孩子 则是移居到福岛县以外的地方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就叫做妻儿撤离 这是一种撤离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种例子 就是妻子跟孩子会撤离到其他地方 而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大范围的撤离的一种形式 我想要有这边一个例子 是一位我认识的Michiko Kato 她呢是从福岛市移居到美国 跟她的孩子一起移居到俄国 但是她却在美国发现自己呢 已经患上了癌症 而且她去世了 我是本身是在美国的时候 知道她的认识她的 然后所以我当时我刚才也对她进行的采访 她遇到去知道那是她的困难 她知道遇到的困难等等 她当时还在学很努力的学习英语 但是她很想念福岛 也想念日本 她自己的父母还继续留在福岛市 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核能 她所带来的一种这种核能的暴力 就算是在我们看到有好多人 在长久以来都一直在与这个遭受核辐射的环境 去抗争去要争取保护自己 那么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失语状态 而且或者是失去我们的话语 失去我们的记忆 失去我们的记录 我有我认识一位民俗学家 那么她叫做Noria Akasaka 那么她自己跟 在惠金市的惠金地区的这个当地人呢 在311事故之后呢 有举办了一个工作坊 他们所距离 他们距离核电厂有100公里 在那个时候呢 在核事故发生之后 有一位在这个工作坊上面 有一位来自 来自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 他说 来自于 除了来自于东电 以及关西电力公司以外的 这些工作人员呢 总是会说 我很嫉妒那些在东京电力公司 和关西电力公司工作的人 因为他们有 他们有 一个叫做核能原子村这样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呢 在东电之外 福岛县呢 它就是在产 它就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原子原子 核能原子村 因为就是在 饶着这个核电厂 有很多人是从其他的 那么在辅导事故之后呢 因为这些除屋的工作 除屋工人也组成了一个新型的这种 原 可能 那个一个原子村 因为他们都有很多工作人员 都是来自于其他地区的人民 他们为了除屋 重建 工作 搬来 辅导 比如说来自于东 而且呢 现在还有因为为了这个奥运会 有好多的建设功能 也要来到这个地方 因为 他们有很多人 他们甚至都是已经忘掉了 当时在 在 在十年前的这场事故 那么在下个月 下个月的话 东京电力公司就要开 就要开办了 在日本的这些热情啊 对运动的会的热情呢 就是已经引试了 掩盖了我们的这个 核能的 曾经遭遇的核能的 伤痛 而且这一届的东京奥运会的口号 叫做重建的奥运 这个是当时的日本首相 所提出来的 说我们这是会 怎么这会成为一场 一个历史 成为一个神话 因为我们是一个重建的 从建的奥运 那么还有一位 因为我们是一个历史的 人数公司 那么我这边还想再介绍两位 两位也是事件清理者 首先是 Okamatsu 那么他是 他在 在一地核电厂 在核事故发生之后 有进入到那个地方 这一位是叫做 洛松障太郎 那么他在 他刚好在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去世了 他是一位诗人 他 他 我在去年的二月份采访了他 他说 他本身也经历了二战 他说 我们不能够被误导 不能够被欺骗 我们必须要一直去思考 一直去思考下去 这样子才不会被欺骗 我把这一句话当成是 作为他的遗言来看 而且是留给后代的一个 一个警示中 所以我要想再重复一遍 我们不能够被这个安全的神话 所欺骗 因为不要 不要听信政府所说的 事故没有发生的时候呢 核电厂是非常安全的 然后 像这样的话不能够信 所以 我想总结一下 我想要表达就是 在辅导事故中受到危害的 受到核事故伤害的人们 我觉得 我们现在的经历 在全球变成了全球的辅导人 这样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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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结 所以我非常 感谢走上前线去帮助辅导人民的 来自于全球各地的人 我也不希望 那么用 用在用辅导人当地的 当地人所说的话 来结束 他说 我不希望任何世界上有其他的人 会经历我们所经历过的伤痛 那么从这个 从环境和人群的角度来考虑 我们现在 新年轻一代呢 已经开始他们的草根运动 开始他们的反核 以及反核能 反核武的一个 反的一个运动 那么是充满希望的 我现在 我希望年轻 我们要超越年代 超越 超越 自己的地区所 超越地区连结在一起 来形成这种全球的连结 非常感谢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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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